HELLO 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这支影片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HIGH TEACH当中许多重要设定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 当我们进入到HIGH TEACH之后 可以看到右上角会有一个HIGH的符号 点进去有一个系统设定的功能 里面就有很多的设定 像是HIGH TEACH本身显示的语系 还有像是老师在做互动问答的时候 你希望他的选项是数字还是英文 都可以在这边调整 而记得旁边都有说到 这些做完调整之后都需要重新启动软体才可以喔 而像是验证码 每次学生Web IIS 连线的时候 验证码要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 这边也可以调整 还有像是学校如果是使用实体的IIS遥控器 这边也可以去设定接收器 或者是遥控器坏掉了想要做替换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调整 而特别提醒大家 里面的这个反馈选项符号 开始课堂之后就不能调整啰 所以老师如果要调整的话 记得要在开始课堂之前就先进行 而除了这些基本的设定之外 也常常有老师问到说 我上完课之后的记录 如果课程当下没有留下来的话 还可以去哪里找到呢 答案就在这边有一个课堂记录管理 点进去这边就可以看到 近期所有课堂的记录 也可以在另外的去把它做汇出的动作 而另外也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个功能 叫做储存空间管理 如果老师电脑已经快要没有容量 没有空间了 也可以在这边设定 嗨提取相关的资料会存在哪里哦 以上就是针对嗨提取一些 相关重要的设定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 请您订阅 按赞 并分享 也不要忘了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LINE社群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